出席今天发布会的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面对前所未知 突如其来 来势汹汹的疫情天灾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果断采取最全面 最严格 最彻底的防控措施 全国人民同舟共计 共克时间 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今天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就是为了记录中国抗击疫情的艰辛历程 分享中国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的有效做法 介绍中国人民历经疫情磨难的感受和体会 传递团结合作 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力量 中国抗疫斗争 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白皮书指出 中国采取一切措施 不计一切代价 全力救治患者 拯救生命 即使2020年5月31日 中国境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治愈力 94.3% 国际社会坚定性度 走出人类历史上这段 面对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 中国积极同国际社会开展 合作交流 分享疫情信息和抗疫经验 力所能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为全球抗疫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 齐心协力 守望相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ww.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